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论坛收到很多韩国网友们关注的 K-POP四大垃圾歌曲 首先,我知道这个频道的观众们情商都很高 但是为了少数观众们先说明一下 今天提到的四大垃圾歌曲 不是真的指歌手或者是歌曲很烂 而是针对歌词的一种玩笑 所以,不要太认真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第一,Tintop 因为会涉及到版权 剩下的歌词我给大家读一下 不要喷香水 这样会被女友发现的 不要用亮粉 不可以沾到衣服上 姐姐,虽然是姐姐 你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 不要说别的话 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就那样做 点心的大男子主义出轨 第二,Tayang Nama Mala Mala 就算我出轨 你也绝对不可以出轨,baby 就算我忘记了你 你也不能忘了我,lady 偶尔我去喝酒没有联络的时候 或许我跟别的女生战士对上眼的时候 你也要只看着我 点心的不要脸 点心的不要脸 第三,P1Apo 那我就dancing,dancing,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今晚我脑海中没有你 给女友打电话,安静点 结果是双方都在劈腿 点心的差呢 第四,新闻都要给人写 第一次看到你的那瞬间开始 我就无法动弹 呼吸都很困难 为什么现在才见到了你 偏偏是在我弟弟的婚里 变成新娘的你 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现在才遇到了我寻找的理想型 我应该只能这样望着他吧 没事,我会满足 我想要倒回时间 哪怕只有几天 点心的炸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标题还以为是黑粉又在造谣 但看了第一首之后 马上就被说服了 不要沸响水 学生时期真的听了很多 等到了成人之后才理解了歌词 当时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太阳虽然唱了垃圾歌词 但实际上是只看着一个女人的男人 第一次听《洗脱你的婚礼》时 朋友们直接说过 就因为是这样的哥哥 所以在给家人介绍的时候 没有叫他来 所以出轨趴被女友发现的男人 不要脸的男人 偷偷想要出轨的男人 看上弟弟新娘的男人 如果是现实生活的话 大家觉得哪一个男人最炸呢 都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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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